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一张又怎样?可不可以叫它监狱? 但这里好像是病房 偏偏有传媒拍到窗户加了铁栏 或者正如刘晓波所说 在中国就是这样 出了小监狱就走进大监狱 下一张又或者可不可以叫做陌生人的葬礼? 在葬礼里面充满着陌生人 原来不是最可怕的 更加可怕的是原来有血缘的哥哥 最后都可以变得非常陌生 这一张叫做大海 但不像是官方发放的图片 不是官方发放的 是我自己拍的 刘晓波的肉体即使化成灰尽 杀入大海 但它又会像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 这一张又可不可以叫做最后的呼唤呢? 刘晓波就在内地病逝 留下了脆弱的太太留下 在香港还有一帮死心不惜的香港人 继续出来游行 最后这一张 我想它可不可以叫做有权 不要用尽呢? 立法会再有四名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 资格不保 选民庄严和真诚的一票 有没有被尊重呢? 继青年申政梁仲恒和游慧晶 去年被高院裁定失去议员资格 梁国雄、刘晓丽、罗冠聪和姚从严 四人亦都因为在宣誓的时候 拿道具、读得慢和加入额外字句等 而被裁定宣誓无效 令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已经增加到六人 另外 去年有市民入品撤销朱海迪和郑松泰两人的议员资格 案件排期在下星期三聆讯 另外还有社福界的邵家俊议员 都是面对市民提出的宣誓司法覆核 现在就在我身边了 另外录影厂也有自由党的党魁中国品和我们一起谈谈 先问邵家俊 现在担不担心自己的情况? 因为在宣誓的时候也有拿到道具,是吗? 不是担心的,而是愤怒而已 如果有些说法就说 因为你们宣誓玩东西 所以玩出禍了 我觉得玩东西不是宣誓的人 而是人是释法 人是释法 因为我们今天犯什么罪呢? 我们今天犯的罪就是犯明天释的法 我今天做的事 我怎么知道明天会有新的本来龙门 新的标准 所以没得说的 同不同情有议员觉得很生气 很愤怒,像邵家俊那样 他们的生气我都明白的 但实际上 我觉得宣誓是一个很庄严的过程 而且我经常觉得 读那段誓词,分几钟而已 读完之后 完成了宣誓这么庄严的一个过程 你往后想怎样做 不是做你想做的事吗? 斌哥,你看着我 我的做法是相当庄严的 是吧?我们读完之后 读完之后,接着呢? 遥过 所以就没有你的份了 是吧? 我们就是告诉别人 因为我进去的时候 我进入议会的时候 就是带着一种雨散人的身份 就进去 告诉别人 We are back 是吧? 那时候是一个延续 是相当庄严的 这个全部是想过相当庄严的 所以你便没有被人控告 你便保被DQ 我又被人控告 你不会觉得 他真的可以幸免 因为其实现在的情况 是政府都没有表明 会答应不再去入品 取消议员资格 也都可能会有些市民 去主动入品 是,我现在有一宗的 有一宗是新的 是吧? 但是那个是未排期 所以也不知道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也一样 我们是不会后悔做的 有些的意见是说 被DQ最新的四位议员 那个表现这一年来 大家都经常在新闻 镜头会看到他们 觉得他们的表现都不错 你自己怎样评价这四位议员 通常新进入议会的议员 都会努力一点 当然不代表旧的不努力 但是问题就是 他新选进去 那么他一定要表现好些 交代给他自己选进去的选民 那么他们这些 实际上是挺努力的 他的议会 那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呢? 没有几位勤力的议员? 那不是的 那么你每个议员进去 有他们在议会工作的方法 还有表现的 我都是新人 当然我同意是 新人当然要努力一点 跑多两步 不熟的嘛 但是你看到他几位展示的 不是只是勤迪 而是一些加上新的元素 在整个议会辩论里面 你现在姚重而美的珠海迪 你看他们 就是对那些法案的熟悉 对那些议题的熟悉 接着他们的提问 是不是? 接着逼了政府 就是有不同的方案提出来 其实这些事是令到议论 或者辩论是丰富了的 这个我觉得我是很可惜的 就是常说 罗冠聪是我们觉得 最有前途的政治人 是不是? 就是看到议会里面 我们在民主派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期望的 那泛民又或者自决 现在面对着这种局面 可以怎样解决? 我们大家 当然了 一发生这件事之后 大家都很沉屈 是不是? 就是那个气质很低 很沉屈 但是沉屈里面 我们知道大家更加要在一起 就是我们 其实民主派会议 接着开会 多了很多人 齐了很齐脚 因为大家就知道 这些事情已经不是说 可以一切如常 更加要在一起 那所谓 有人提过 有些不合作运动 觉得要去到这一步 又或者明天的财委会 你自己个人主张 就是觉得是需要怎么做? 有些的说法 事实上就是觉得 不是一切如常 直接应该是 要全面瘫痪了财委会 那当然 这个考虑 本身是很多政治代价 也有很多政治风险 也有很多政治的含义 那其中一个就是 如果你瘫痪了 如果你教育你完全不过的话 36亿不过的话 其实会不会等于 你将那个教育界 拱手相让给建制派 财委会 和今天被DQ的议员 应该是分开处理的 你没有理由 你将现在香港所有的民生 所有香港政府要投资的东西 你继续在一起 那我们大家都说要尊重法治 那官这样判了 大约要尊重结果 你们都被人觉得是 比较开明的建制派 有没有得在政府和泛民之间 在这件事上 之后有没有得可以 怎么做和事佬 或者怎么缓冲 盆水很滚 或者油很滚 那现在暂时来说 林郑不是这么说 那我觉得应该是 要时间怎么处理 那DQ四位议员的人工 需要拿回 这个行政管理委员会 会要开会谈的 那我相信社会 都会有很多反应 就是是不是这几位和梁佑 同一样东西要拿回来 我觉得这个有个空间 有得探讨的 如果要坚持 要拿回他们的薪金 和津贴或者开支 就真的火上加油 大家觉得很愤怒 但是反倒之余 如果你还要 召回过往那十个月 所有的开支 津贴牵涉的是 百几二百万 都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真的做了事 今天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就说 已经是上任之后 释出很多的善意 去修补行政立法关系 又说保选安排 不会成人之危 又或者有些什么 落井下石的动作 保选来说 泛民有没有谈过 可能有什么策略 保选的时候 我们说得很清楚 其实就是 应该要尽快补选 就是粮油 因为粮油已经立 已经是罕了宪很久 超过半年 超过半年之后 虽然没有指明 多久要尽量补选 但是一直都有个理解 就是在半年内 半年要尽量补选 这个就是尽量补选 就是这么简单 你就不要将两个 将两个再加四个 一起去选 这个就是火上 这个叫什么 就是落井下石 就是落井下石 就是我们希望的不是 我们甚至乎不是落井下石 我们希望叫林郑 放下涂刀 分开选 泛民是有利的 有机会拿回 如果一起选 就很大机会 就是建制一席 泛民一席 六个被DQ的议员 如果是放在一起选 三个建制 拿回的机会是高的 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况 立法会分布 当然有不同的情况 但是最终就算他们一起选 拿回三席的话 影响不到现在 他们所谓拿着否决权的形势 是一连串的一个政变 一连串的一些 透过人大释法而进行 去揣改整个选举结果的一个行动 就是 翠同泰之后 我们还有六个人跟美 不知道会不会 包括我在内 不知道会不会 就是整件事 就不是说一单或一单 而是根本就是 一二三四 四部曲 四部曲 这个真是谁都看到的 但是在建制的支持者 我收到很多都认为是政府做得好的 做得对的 为什么呢 就是所有东西本身 这个政府对不对 所有东西都有规有矩 为什么他们做一些东西 令到别人有理由 有机会去释法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 或者特区政府 都不想这么多中央的参与去释法 但是释法都可能不入本的 其实 但是政府是选择去释法 当然 这个是上一届 上一届政府 上一届特首的处理方法 不代表今届 林太会是这样做的 会不会再有议员被取消资格 还是未知之数的 明天立法会财委会的審议 教育新资源撥款 泛民究竟会不会配合 大家记得留意 谢谢两位 谢谢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 上星期四在沈阳病逝 两天之后随积火化 海藏 有人在微博上写上悼念刘晓波 结果帐户要被锁三天 一些与刘晓波有关的名字 甚至包含R.I.P的字 都搜索不到 另外一个通讯程式 在今天下午开始 无法即时传送图片 视频等等 去看这个 是不是这么多试一下 可以自动变成那个 变成那个中文 对 就是评论失败 评论失败 评论失败 就是评论不到的 由内地来香港读书的陈同学说 有心人会选择用刹边球的方式去悼念 例如有人会写 北京暴雨倾盘 始终 现在对政权来说是敏感时刻 大家都会小心 其实在微博上面 都有一种说话 如果他们想阻止你去看一些东西 其实有几种原因 第一个是他之前做错事 第一个是他现在在做错事 第三个就是他将来还会继续做错事 然后才会阻止你去看一些东西 还有我觉得那些人都有一个普遍的家长生态 中国那些普通民众 就是没有什么分辨 其实这都是一个借口 没有他小小的消息 没有 陈同学说 刘晓波小小这件事 他一些内地知识分子朋友 不需要翻墙都知道 因为小圈子里面会通传 但其他很多资讯就经常要靠翻墙 如果只是看环球时报 或者官方的书法 都看不出那个人究竟是如何 现在在北道场面搜索楼晓波 则出来的那篇文是楼晓波其人其事 就是说他在什么 数字四方的古和 中国被自民300年先学 全部都是 但现在这个已经用不了 用不了 早前有外国媒体报导 内地当局通知三大国营电讯商 在明年2月前 切断个人用户 对虚拟私人网络VPN的连线 意味翻墙将会更加困难 但有评论员相信 有没有VPN翻墙所带来的改变 其实不是那么大 大家不以为就是说 他在自由资讯 就是翻墙看到外面世界的东西之后 对很多中国问题的看法 会是不同 或者会改变 但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一个人是 他已经被洗 完全被洗脑 他不会是 再相信外面世界的资讯 大家要明白就是说 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问题 就是说当一个人 是在一个 长期恐惧的状态之下生活的 他们对外面的资讯 已经是不敢去接触的了 与其敢不如 我选择的是 承着耳朵不听不看 那就最安全了 可能我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在乎 但是凡是整个中国 这十多人的话 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企业 就是他的出发点 是为了这个国家更好 但是这个国家 可能很多人觉得 他是一个犯罪分子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做到什么 然后都不知道他的贡献 就是觉得很难受 我是很悲观的 公民社会 在经过这几年的打压里面 你已经是不单止一蹶不振了 我觉得是没有 你看到每个人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怎会有人 中国人还愿意 跟他们一起 我们所说的 用的引号 丁 用他们一起丁 我觉得是 刘晓波曾经乐观期待着 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 人权至上的土地 他这个期望 何时才会实现呢 这些中文字是 多数字幕上有的 青儿来到流感高峰期 公立医院的内科病床 是迫爆的 有前线的医生组织批评 其实床位一直都不够 这亦都跟政府 没有做长期的规划 医疗政策有关 由邓贵施日换肝事件 到罕见病患者 用药没有资作 香港的医疗制度 经常都惹来关注 药物浪费的问题,大家又有没有留意到呢? 公立医院开药比病人的日数开始越来越长 有长期病患者甚至要一年才需要复诊一次 每次都拿大大包的药回家 不少的病人都很难会跟着指示去复食 搞到剩下很多药 肺脂、胶浸和女罐等等都由得回收 吃不完的药又可不可以回收? 如何处理才正确呢? 我就去了解国 药物浪费是很多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但有没有留意自己存下存下收了多少呢? 到了过期就这样扔掉它,又是否办法? 这个药物浪费是防胆固醇过高的 这一种是糖尿病 这一种是胃药 这个是防肌压高的 这一种是防肌压高的 獨居家张伯和很多老人家一样 患有长期病患 每天狠狠地都要吞十几粒药 拿的药多 不过剩下的其实也不少 血压药我没有跟着吃 我因为吃了咳得很厉害 咳到晚上都睡不到 我去复诊我和医生说过 他说是正常的 血压药是这样的 偶然在街站那些量度到血压高 我回来才吃 每次他给三个月 我都剩下两个月出来 我又不丢 过期我都会吃 一次过拿几百粒药 但根本没有人跟进用药情况 张伯说医院人手紧张 例如有次想问药 可不可以有需要才吃 都得不到答案 派药那里 有一次我多口问他 那个年轻人还说 你也不是刚刚吃的 你也知道怎么吃 回来自己拿药业 審计报告曾经批评 医管局向病人发放药物价平均日数 持续增加到超过84天 根据英国经验 很多长期病患者 拿了一大堆药回家 根本不会依照处方服药 结果造成浪费 有时哭掌者 他不会切三个给你吃 就是说 不如你拿几排止痛药走 因为我很多很多剩下 艾芬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 他说药物浪费在浪人家当中 特别严重 有些甚至是放了五六七年的药 都放了在那里不用 那你由一零年到现在七年都没有吃 是 那你七年的没有吃 还有没有拿她的药 她是要说一定要我吃 不是我去拿药 陈婆婆十年前因为痛风 医生开始给止痛药吃 吃了两年没有痛 她就自行停药 为什么你有四种止痛药 因为你不同健康院是不同药的 陈婆婆曾经和医生反映过自己没有痛风 但是药单照舊 外婆也习惯定期扔了那些药 那些药不是 真的两年都还不扔 我这些药都有一四年的 艾芬说张伯和陈婆婆的经历 是很多老人家的写照 而公营医院的药物辅度严重不足 造成药物浪费之余 老人家的病情也难以控制或者改善 我们看到长者的药与情况也很严重 因为长者不像一种病 很多人有多种 再加上他们复诊的间隔很久 有些长者又不懂管理自己的药 有些吃了有些负作用的反应 又不知跟谁说 那变成他有事就不吃了 看回医馆局的药物开支 过去几年都逐年增加到接近57亿 但当中有多少是浪费了变成垃圾 沈记处曾经批评 原来医馆局并没有统计 那他又不回收了 那你吃不完 真是多个头就扔了 医院那些一件水都用 都是会扔到垃圾桶 因为没有渠道 那我们也不知应该可以交到哪里 现时医院、诊所 会将废旧药物 界定为化学废物 如何回收、如何棄置 都要符合严格规管 大部分最终都会送去焚化 看一般家里吃不完的药物 没有正式回收渠道 如何棄置也没有管制 有民间药剂师组织 几年前自发推出药鱼回收 全部都不要了 不要了 但因为人力物力不够 只可以间中借用坊间的医务所进行 一年都是几次 变成每次来的都有几十个病人 困难都是大家要约时间 而很有心的市民才会有机会 可以特意拿些药来给我们去销毁 郑乙文说 若要回收并不是收了药 送去环保处销位这么简单 而是要做好记录 还要问清楚 为什么会剩下这么多药 如果是做好服务 就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一定是跟病人有足够沟通 就不只是丢垃圾这么简单 药剂师叫我们 药物不要丢 意思是如果你吃不到 或者不吃 要跟医生说 不是钱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有时 我觉得对环保的污染很重要 因为有些是毒药来的 政府说 市民可以将不吃的药物 当成固体废物处理 因为数量少 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但郑乙文不同意 还建议政府 考虑资助地区药房 推行药预回收 扔下厕所 你会看到就冲了去大海 大海里面 就会变成药物 是不会自己分解的 它就会在我们的海水里面 我们捕一些微生物 和一些海鲜 变成我们自己去捞鱼吃 都会有这些药物的存在 对 面对药物的问题 医管局回复我们说 计划是明年第一季 在选定的专科门层诊所 试行补充配药服务 将日数长的药单 分拆几次的补充配药 又说会为特定病人 提供药物辅导 希望帮助用药评估 和减少浪费 不过看回審计报告 医管局组在2013年 已经说会着手研究一项服务 可惜过去几年 都只问楼梯响 在就诊的时候 会不会和病人解释多些 为什么要吃这些药 吃了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等病人也有参与自己的 不过长期病 如果剩下的 封了厕所 是否一件好的事呢 明天就是刘晓波的头七 有团体就发起全球公祭 他们建议各地的民众 摆放空凳 再在上面放一些祭祀品 好像是花或者蠟燭 再拍照放上官方网站 不知道内地官方会如何认对 今星期谈到这里 下星期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